就是因為我說 我要買房子 那時候有一點點 跟家人有一點點爭執 我就說你是 要跟我結婚 還是要跟你家人結婚 雞排妹要求老公 買房仙家庭革命 唱蝦 你要跟我結婚 還是跟家人結婚 家蟲們現在要怎麼 稱呼你比較好 什麼太太 不用不用 因為我 我可以保留我的姓氏 我還是姓正 所以老公怎麼叫你 伊莉 雞排妹二日宣布 嫁給日本小醫師Aquila 今生新客人氣的他 十二日返胎出行活動 大家非常關心婚後生活 婚後這幾天的生活是怎麼樣 蠻好的 我都蠻好的 但他比較忙 他其實 醫院的工作 挺忙的 因為每個月 大概五六天都要值班 然後像我們登記 當天的前一天 他也是值班 那老公這麼忙 父親倆要怎麼維繫感情呢 我覺得 一起洗澡 一起泡澡很重要 因為在那個時間 兩個人都不會被其他事情打擾 就可以好好聊一下 今天過得怎麼樣 明天要做什麼 明天啊 每天一起泡澡 那你還不可以這樣 反而好一起洗澡 你不會就是這樣 可以 但是這是誰想出來 我 剛在一起的時候 他有被嚇到 他說他第一次 跟女生 不是一起泡澡 他很害羞 但是他喜歡嗎 他喜歡 應該沒有人不喜歡 應該沒有人不喜歡 所以我狀態都還滿滿意的 都很滿意 他這方面都很好 你不是說天天嗎 沒有他天天啊 但他身體 身體不錯 所以主要是 定居在那邊 主要是在東京 兩年多前 他買那個房子 然後每個月要付房貸 其實也有一點壓力 房貸都是他在付 對 房貸都是他在付 因為也是他的名字 那時候也還沒有結婚或什麼 2829 我就跟他說 我覺得我們要有自己的房子 因為租金跟房貸差不了太多 然後他的職業身份在日本 是可以全額貸款 哇 就不用投期款 那就是 就是買房子就好了 幹嘛要租房子 他的利率又很好 但是他的家人會 畢竟自己的心頭肉 會不捨得說 哇 每個月要開始被房貸啊 那時候有一點點 跟家人有一點點爭執 然後那時候他有一度說 那還是 我們也不要那麼堅持了 不要讓家人擔心 我就說 你是要跟我結婚 還是要跟你家人結婚 我那時候真的很壞 因為他是一個 好像從小到大 沒有跟家人有過爭執的小朋友 的小孩 那時候我就跟他媽媽說 如果我沒有辦法讓伊犁幸福 那我這輩子也沒有辦法讓 其他人幸福 就因為家人不是那麼贊成 然後他不太會溝通的人 最後他寫了一份報告 他作了一份報告書 然後有章節 第一章就是 為什麼 我跟伊犁認為要有自己的房子 他寫了四個章節 他說他就做壞壞的嗎 對 Oh my God 我真的太認氣 因為他那時候他們家人是 就是捨不得他背房帶 還特別去再買一間房子 要給我們住 然後因為我又有那個風水上面的考量 我就說我不想住那間 那間很多錢 我真的很壞 我真的很壞 呵呵 後面阿Kila又再作一份報告 為什麼伊犁不住那一間 其實他的家人 態度也滿開明的 對我完全沒有任何的要求 像在他家吃飯 他爸也不想讓我洗碗 他們家是 爸爸媽媽一起做家事 湘口也預定明年六月 再親警則不辦婚禮 像婚禮我就有主動說 以他這個年紀 我不想要帶給他那麼大的壓力 我有主動跟他提婚禮 我們就一人出一半吧 你要一個三十出頭的男生 又要買戒指 又要辦婚禮 招那個唇狂 我想 蠻辛苦的 日本的婚禮很高 不過現在日幣貶值 對我來說還好 哈哈 我是覺得結婚不要搞到要破產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好奇 那個老公的長相 你們想看可以給你們看 但沒有要公開 哈哈哈哈 那個 學後一下吧 哦 是雙哥 誰呢 李人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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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人哥